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 是江苏门通人 讲座的主题内容就是 这几年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的 民间所称的重庆模式 即重庆所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策及新思路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 执行的一个基本的政策 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而重庆模式 他提出了分担高这样的问题 又进行了扫黑 撬红这样的一系列行动 尤其是在前不久的 中共重庆世卫三届九四全会上 将缩小三大差别 促进共同富裕 确定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 这个思路无疑是非常新领的 这个思路一出来 立即引起到全社会的强烈反应 那么我们今天就请任中杰老师 对此问题发表 进行讲座发表 意见 好 我们欢迎 欢迎 欢迎 同学们好 独有这些网站让我来和同学们交换交换 关于重庆模式这些 一些看法 因为我没有西场研究 所以我想就最近重庆世卫三届九四全会 所以就要缩小三个tug 促进共同富裕的就决定 来受到自己的体会 跟他关他有没有交换的话意见 这个重庆世卫全会的决定呢 引起了全国极大的关注 而且这个决定提出了十二条 世世代代有的民生的一些取出 所以好像国内外都很关注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看了这个文件不久 所以没有什么研究了 只是说点体会吧 跟大家交换的话意见 想说这么连点体会 一个体会就是 我觉得这个决定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二个体会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决定 是重庆世走向共同富裕的 达此的实实在在的第一步 其实是第一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就是 我觉得这个决定感有很重大的意义 为什么说是有重大的意义呢 因为共同富裕这个问题 关系到我们国家 我们答案 乃至于全国各个人民的前途和美与 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道路呢 还是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有人说是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照我看呢 实际上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道路 是半分尖半泽民地赛会的货品 因为特别是美帝国主义 他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 强国去跟来争争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担心 如果我们不担心 如果我们对改革政策出现了连接风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 那么我们这个政策就失败了。 因为我们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 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完善。 那么改的结果是连接风化, 当然不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表示共同富裕, 这些人也几次签调过,或者说都是签调过共同富裕这个问题。 他甚至在九零点讲过,他说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看的时候就讲, 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性课题,要成为中性课题。 那么现在重新把它作为一个中性课题来看, 所以,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 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把中国改成了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这个改革开放的结果后,又出现了很大的贫图差距。 有一道说法就是,我们也是第二大经济系统推广的国家。 这个我没做过具体调查研究,究竟怎样不达清楚。 但是从一些主刊资料看,至少在世界它那些主要国家, 一些大国里头,我们确实是排在第二。 不定来西方发展国家。 就是在发展这种国家,好像印度主比我们强。 所以,这个应该说是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 现在我们的基地系统好像是0.48, 也有人说是超过了0.5。 但是, 重庆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 要降到0.3, 我查了一下,好像它原来的基地系统是0.46。 我也不知道这个视频口感不很好。 但是,应该说这个降落还是相当大的。 0.4是个危险点吧, 加到危险点以下, 这应该说很不错。 所以,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 不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的国家就无和谐可言。 所以, 照样十分钟是这个问题。 实际上提出了民政问题。 实际上以后, 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简化, 也多次签调了这个斗争。 而重庆呢, 是用全会去定的形式, 把这个问题。 把这个问题不仅提出来, 而且有了七十的措施。 所以, 所以我觉得全国的这个示范作用, 对全国的影响, 甚至对世界的影响, 重要的问题。 第一位的问题, 还是发展经济。 分配是第二位。 这从理念上说, 似乎有道理。 因为经济的发展是分配的基础。 是分配的基础。 但是, 我觉得有点儿情而叹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经济发展和分配是有点矛盾。 随时主要矛盾, 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会转化。 它会转化。 比如说, 现在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了。 在原来的技术比, 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个事儿已经引起了一些很严重的, 由于人家风华造成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不去把这个风卉问题突出出来, 去真正抓好这个民事问题。 像重庆所提出来的, 要面这个共复军, 要走这个民事物。 这个, 应该说在全国是一个四盘州。 所以, 这是我选择的第一个状态。 这是我选择的第一个状态。 这些状态很强。 而且, 每一件举处, 堵热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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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责任人, 有责任单位。 所以, 应该说, 它是很苦情的。 它是从司机出饭, 的确可以起了大大百三个人身边的作用。 所以, 老百姓高兴。 老百姓高兴了, 那么老百姓的积极性就能调用起来。 老百姓的建设经济的积极性调用起来了, 那么又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所以, 这应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 那么, 正论到了, 这个, 重庆的这些举处, 完全八十年那一天, 重庆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意义啊, 那就更大了。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就是, 重庆的这个决定啊, 我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 当然, 我说的这种年底是, 就是说, 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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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这么年底。 没有去这个, 全面迎接过啊, 应该说还不准这几个方面。 是吧。 那, 我的第二个体会呢, 就是, 我觉得, 这次重庆啊, 这次重庆啊, 走向光彤富裕里, 是很见识的一步。 但是, 还仅仅仅是第一步。 那么, 今是会的路子啊, 应该说还很差。 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觉得这个 方法不议这个问题 这个它当然是个分配问题 但是分配问题 它的基础 不是分配本身 分配问题的基础 是生产要素的分配 主要的是生产资料的分配 所以分配的工不工 首先要看生产资料的分配 生产要素的分配 是不是公平 如果生产资料大量的 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上 那么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做了真正的共产分配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 目前的这个贫富差距的七大 这个根源才是个地方 我觉得如果要最终解决问题的话 恐怕还得从这个范围去投资 当然重庆提出的 这个十二项措施 有一些也跟解决这个问题有关 但是就没有明确提出 怎么样在少数有志这个问题上 来夸大社会的最高有志 先制资本主的设置 中国目前的这个私有化成都应该说 就是已经相当高了 这个从有些统计资料来说 这个好像也不完全 我记得这个资料也好像不完全一样 有的说好像私有经历已经超过了公有经历 这个谁有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公有志的主导地位 不是看数量 而是看他是不是转化了 国家的主要的经济民们 这个好像看起来也有道理 但是数量和这个人总是想联系 如果这个数量你不断夸大 私有志程度地不断提高 那恐怕这个 这个周到六月就有点保不住了 所以 而目前造成的这个状况呢 我看主要问题 还是因为 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的放配这个放逐 在私有这个这个这个计划 这个这个这个没有经济的这个发展这个范培 去喊控制 这当然是普通的看 去喊控制 所以有发展的这个去市 那么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也就是私有的分配原则,那肯定不是把劳分配 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只有安劳分配才能做了公平 那么安知分配占助老地位,那就谈不上公平 再加上在过期改造的过程中间,有一些造成的公平资产的大量流逝 再加上有一些非凡手段,占有了公平资产 这样一些情况,他的技术,就是私有化的程度,恐怕超过了小邓同志当初所释起来的程度 我觉得他在深圳前的时候,他说深圳还是商务主义的吧 因为当时深圳的官有经济可能还是前于是一个阶级 因为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好像是那样一个阶段 当然,这个也有不同意见了 有人说,这个平复大局的根源在腐败,在垄断,但是主要是高有气的垄断 好像,这还催于一些所谓著名经济学家的质口 吴敬连好像就是这种主态 吴敬连这个人,七十年代我当时很震动他 那个时候我开始自学政治经济学,当然政治经济学,目前我还只是个小学生 但是他当时发达的那些爷们,那些官邻 在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跟现在的观点就大不一样 我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个是垄断和国有企业的垄断和腐败 就能造成贫富差距的垄断 母亲腐败的表现是什么? 母亲腐败的表现叫做秦权交易 这种对象最有意义的,就是资本所有在用他的钱去行贿贪贪 贪腐万员和资本所有在有一场教育 那种交易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比如说某一个项目 这个加资本家想要得到反比 因此他去行贿爱国员 这样就把这个异资本家给挤出去了 这四谈竞争了 那么一字本家有了另外一个场合 他又行贿了一个闭关员 那么这个闭关员和一字本家之间又有了侵权教育 那么他也都在那里反对 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那是资本亚和贪护国员之间 他们在光学劳动者的赛约价值的这个技术上 进行了一种再奉陪 再奉陪 贪护差距怎么造成的 是光学赛约价值造成的 而贪护呢 只是说他们包卸了赛约价值之后 他们之间的一种再奉陪 所以我觉得他跟这个这个 贫护差距的那大严至少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本社完全没有间接关系 因为这样子的机构可以进一步地 帮助资本社在饭司里去进行社会建设的关系 这样也可能是要拉扎的 贫护差距离 这个距离 这应该说是个设计群吧 大概改为开放前有没有腐败呢 腐败不是特殊问题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那个时候好像像这样一种 倾钱交易才很少见 很少见 所以那个时候贫护差距并不大 贫护差距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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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了国旗的垄断 这我没有研究过国旗的垄断 这个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当然国旗它是 它应该是全民所谓制企业 那么全民所谓制企业 它就应该实行按捞分配 而只有全民所谓制企业 或者集体所谓制企业 才有可能真正实行按捞分配 如果真正实行按捞分配的话 那不可能造成贫护差距的夸倒 是在这个改革开完前 那是得到正实的 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的贫护差距 在世界各国是处于最低的水平 现在好像有些数字也证实了 郭尤其的员工 他的工作普遍的十几个 这可能就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重庆这一次提出来 郭尤其首先实行 把他百分之三十的收入要为明胜 应该说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给世纪一些压力了 一些压力了 他就不可能 这个五指精力去进行社医家的高选 所以我觉得 要想真正解决这个分配分配的问题 那还是从所谓的这儿来说 也就是夸大方有诸 先知是有诸 当然 你说目前 这个私有诸发展到这个水平 而且 所谓民营企业 这个民营企业 在公民定义上 还确实起一定的作用 这不能完全否认它的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 实行一种 先断除国务革命那样的办法 就是 一下子 就过多不现在 把所有的民营企业 都给他 改成国有企业 这不现实 这也不可能 所以 从前摩世没有这么做 没有这么做 那么怎么办 最近 是呈现私有的 呈现私人资本主义的 私人资本主义的 他要从几个方面被限制 他要从几个方面被限制 其他那么几个方面 在活动范围方面 在税收政府方面 在私产价格方面 在私产价格方面 在劳动条件方面 在劳动条件方面 我们要从各方面 按照各地 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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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今回 实际的举例 具体状况 对资本主义 采取恰如其分的 有伸索性的 有先知的政策 毛主义说 maker ride in music 而 peace 我觉得马主席的最大发扬可以造为现在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所有制装 共有制的主打地位受到一定的威胁的一个点点 应该说他给我们指出了方向 这是19年马主席在西方部的提交上全会的广告 但是还没正成 但是主席估计了正成以后 我们的共有经济会战了主打地位 那个时候就已经至少在城市的贸业领域里面 工商业领域里面 会战住了 那是因为我们要不收官僚资本 不收官僚资本以后 那么对于那些民族资本 他们但是在工民经济上的战略比重 可以说无法和苏拉教族的爆炸资本相比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国有经济的支撑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去实行对资本主义共产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 而且主义切得十分具体 几个方面 说这互动范围 税逐政策 市产教科 劳动条件 这各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按照博特朗总之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方向 可以根据经济的具体情况指定具体的政策 在保证各家经济不出现动战的这样一个前提下面 去保证这个高有经济的主打地位 这样的保证分配支付的不会出现问题 另外我还想说一句的就是 如果只是有了 经济说话还不够 这个 这个 这一点 一些 现在个人为的那些 右派经济学家们 他们也非常记忆地组成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他们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呢 那就是细化 这个反对细化这个问题 实际上 实际上 这个 这个 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那我们的好多国家领导人 都已经明确止这个 不能靠西化 包括 包括 找生计师 改革奔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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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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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翻译的一些 一些文字记录 比如说它在这个 在苏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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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 嗯 大概是这样的 啊 在 苏林的教科书里头 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 劳动人 要先有劳动权 休息权 收教育权 老龄 帮兵 去三十劳动人的地 有获得 为了保证的权 嗯 这好像 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主席不用管主 他批道 他说 这里简单 苏林劳动人 在先有的各种权利的时候 没有讲到管理国家 管理国家 管理国家 管理各种企业 管理文化教育的权 实际上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 劳动者最大的权利 最根本的权利 如果没有这种权利 劳动者的工作权 休息权 劳动权 嗯 收教育权 等等权利 就没有保证 嗯 所以他说 人民要管理三层建筑 嗯 我们不能够把 人民的权利 权利问题 理解为 国家有一部分的管理 人民 在这些人的管理下 去享受 劳动教育 社会保护的权利 应该说 有人说 嗯 摩特朗普 都是讲专制的 嗯 其他 从这个网看 他所作战的是 最特定的人 最大的 就是人民成长要自己管理国家 管理针对 管理企业 嗯 在管理企业上 嗯 我们国家有个创造 那就是安甘信法 嗯 嗯 安甘信法的创造 嗯 什而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都欣赏了 嗯 嗯 这是 麻老主持起草的 嗯 毛主持可以充分地肯定 嗯 嗯 那就是 嗯 連财一改三居活 嗯 嗯 光文群众 嗯 嗯 和允兆干部 和技术人员 共同来管理企业 嗯 嗯 应该说 这是行政通明 嗯 这是行政通明 而且有各自方面的实践 嗯 而且啊 在后来还进一步把它 这个这个 有加有完善 嗯 比如说 治国代表大和治国 嗯 嗯 但其他方面 嗯 嗯 也应该 促进地把它完善起来 嗯 所以我觉得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应该是这样的方向 嗯 嗯 就是要靠大民主 嗯 要靠大自由 但是究竟是什么人的自由 什么人的民主 嗯 这点是很重要的 嗯 那马克思主义在十一年前 谁捡姐姐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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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像 嗯 也终于了习惯 嗯 好像 谁捡姐姐的 谁就是鸡走 嗯 谁就是鸡走 鸡走 鸡走当然不好 什么时候加了鸡 嗯 就 就不怎么好了 嗯 嗯 但是 嗯 嗯 不管怎样 如果 离开了界界呢 啊 离开了界界的分析 嗯 嗯 这个 这条马克思主义的 最根本的分析方法 嗯 那么我觉得 分析一切问题 都会吃饱了 嗯 但是 成全国说 嗯 这个 应该是看了个很好的头 嗯 他的这个 嗯 先知 这个 这个资本主义 私有自 这个范围 虽然没有明确的 提出来 嗯 但是提到了 这个 这个 国际明眼镜 嗯 但是国际明眼镜 这个明眼镜里头 他签调的是什么呢 嗯 签调了 好像是有这么个具体的数字吧 嗯 嗯 发展 15万个微型企业 嗯 消息 嗯 嗯 他还没讲这个 消息是 具体所有的呢 还是构体的 嗯 不管怎么样 哪怕是构体的 小企业 那也是构体劳动才会做的 嗯 嗯 另外就是 构体观察户 150万个 嗯 嗯 这恐怕是明镜的主要内容 嗯 嗯 就是 为了 快达民生 啊 为了 快达就义 他其实是增加3 330个个就义岗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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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我觉得呢 那 重庆是 走出了见识的一步 嗯 但是 这是第一步 好吧 这个 这个 嗯 所以就得出请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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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吧 我给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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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任老师做了 內容详实的 精彩的 演讲 嗯 嗯 我们确实深受启发 嗯 那么我想我想我想问一下任老师就是就是说嗯 比如共同富裕这样的问题真实分子他们的态度 就他们都有些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原因 能不能这个讲座且任老师再分析一下 嗯 应该说 参考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还是 应付我们大家的政治 啊 啊 应付我们大家的政治 啊 啊 我这个 现在退休了 哈哈 也没这个更多的调查研究 啊 但是根据我所提出的啊 我的一些同事呢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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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 嗯 中期社会的平复人的风暴,那是不满意的 当然知识分子情况也不一样 有些人,经济上的优越性 有些人大概出于那种平均状态 有些人可能还出于那种比较地理 现在好像比较多的,从企业离退休的那些知识分子 他们的命运要苦一点,所以他们的不满程度可能要多一点 比如我有个亲戚,就是起退休 他就觉得这种,在原来他们的状态还错 现在就太紧紧巴巴了 当然对于这个平复差别的缩小,他们就非常拥肤了 很喜欢出现这种结构 但是,其他那些情况以后就退休了,就这么也不满 所以也就受不下台了 但是根据我所记识的那个人,好像总结了这种 对平复差别的拉大 总结了 因为他们都接受过马克制主义教育 总结了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结构 不是社会主义的犯行 这总会带来一定威信 人老师,网上的网友,人们应该是一部分 请问老师,所谓重庆模式能坚持多久 如果我离开重庆会怎么样 重庆模式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要求 当然,重庆人他们受益了,他们更拥肤 恐怕这个事情不能以哪一个人的这个意志为转移 这个,和其来同志,他是政治局委员 这个,但是我觉得重庆模式的形成 但是,不算是让我们起来很大豆腐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的话 干吗也过不出来各国事 因为,这个管理也是有意志猶作与压力 个人的照样张子留心 如果说,新人的常情领导人 离开了从前人民的意志 我觉得 那就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 不管是哪一个地区领导人 他只有尊重了战地人民群众的意志 满足了管他人民群众的要求 这样他的政策才能坚持下去 才能参举 有问题吗 没请讲 严老师我想请问问一个问题 就这个出雄模式已经高了三年多了 我们觉得也很不错的 能不能在全国普遍展开出雄模式 我去年就算讲这是重要的意思 这样重要的意思 现在金属的老百姓 都想说出雄地下和威风部的全国提供 像这种群众普遍忽舍吗 这个问题我就很难说清楚了 但是至少应该这么说 国家兰同志在重庆的这些做法 好像不完全是国家兰同志一会儿不意思 他至少是中原多数同志的支持 他才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我还是这个忙碍吸完 蛮有信心的 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得到退化 应该得到退化 应该得全国退化 当然会有阻力 如果没有阻力的话 那就不是目前这个状况 但是人民群众的愿望 那应该是绝对一切 中国不希望 就是中国人民不希望 我们退到半自民主义的地位 因为那个地位 对大家来说 那是灾难 所以不管谁战争 如果离开了全国人民的愿望的话 恐怕最终不会有好景 至于说 这个时间要有多长 就说不出来了 谢谢任劉基老师的光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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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